今天我主要来抢GDG 因为我们组织了很多次活动 然后一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在问GDG到底是做什么的 GDG能做什么的活动 我作为GDG组织者之后 特别是参加了台湖之后 GDG确实是一个很美大的一个组织 带给我们参与者还有就是 对我本事还有对我们周围的人 我感觉改变是挺大的 所以我们希望有这么一次机会 很浓重的大家介绍下我们的GDG 那么这是一个一大宝 我们的GDG一个介绍 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微博 还有我们的公文号 那么在上面给我们的一些信息 GDG的话是谷歌开发者部 发起的一个全球的一个项目 是面向于全球对于谷歌 对于开源技术感兴趣的人 那么组织的这么一个项目 GDG的话 在全球的主要城市里边 都会有它的社区 那么我们这儿是先社区 那么我们欢迎一切愿意做技术分享 对技术有兴趣 愿意学习愿意提升 愿意成长的人 那么加入我们的组织 那么我是16年才开始揭入GDG 可能比在座的很多人 可能都要晚一些 那么开始接触了之后呢 前面自己的工作比较忙 只是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联系一些场地啊 做一些支持啊 通过这样的工作 那么今年的话呢 有幸第一次去参加两国Io之后 那么对我个人的影响比较大 那么我主要呢通过一些照片来讲一下 就是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一下 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见闻 然后呢看看我对GDG的一些认识 那么这是在郭峰 我们的GDG的一个东北亚地区 包括呢就是中国 中国的大陆 台湾 香港 还有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这些地区 那么组织的一个东北亚地区的一个组织 那么这个组织的话呢 是在第一 因为 这应该是第三天晚上的 我们的一个 在谷歌的场地里边 那么做一次活动 这是 这是 这样拖上去 然后要多一些 你有就是 亚洲 亚洲 然后这么一个组织 那么 哦 这个地方德瑞应该也在一边 是吧 嗯 然后我是在这个位置 其次这边是大多 西安的骑在哪儿 德瑞你在哪儿 德瑞你在哪儿 你在脚头啊 德瑞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骑在哪儿 哎呀 我往前 是在躲 左脚头啊 哎呦 我这次走一个人在这儿 这儿 对 绕到边脖 先 你再挡住了 这是东北亚全部的一个照片 然后的话呢 像整个GGG的话呢 呃 Io的话呢 是三天 那么在Io的前一天 是GGG有一个选择的峰会 在这一天的前一天的晚上的话呢 会有一个 呃 呃 我这儿呢 成立了一些 这是美国参加所有的活动的一些照片 好 先把游战介绍一下 呃 看不到 好 好像分辨率不一样 嗯 嗯 那么这次的话 因为也是第一次去 所以这次呢 干系组去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是 四号出发 五号到尾之后呢 先是参加 GGG的峰会 是两天 然后参加的是Io 三天 Io完了之后呢 下来 在Io期间去趟斯坦福 然后Io结束之后呢 去了那个 基酸基博物馆 就刚才新银说的 基酸基博物馆 我和星银我们俩 呃 呃 过往一天 然后 基酸基博物馆去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自驾去了 唐囊 冯加斯 还有大峡谷 然后跑回来之后呢 又赶上了 Micfail 而且很幸运的是 我们参加了Micfail之后呢 然后前一天看到一个新闻 Micfail 因为济费半期间 以后停办了 我 我很荣幸的参加了最后一期 本来有这样的打算,所以我们俩去了比较早 当时是下午2点多我们就到了 然后到时候住酒店,然后感觉因为是白天,国团都没开始上车 先休息一下,用一下精神 然后一觉睡醒就半点十二点了 睡过头了 然后盖星人们的同学又睡 然后也就是在酒店里睡了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又开车,然后大家回去看 这样不一样对媳妇人好交代 事实你肯定就是这样 但是有未知记录知道吗? 什么? 未知记录 未知记录 未知记录,我们就到酒店了呀 然后这是我们刚开始我参加的就是GD社峰会 是全球的GD社组织者 那么都会来参加每个峰会 晚宴 照片 拍照水平比较烂 这是谷歌的自行车 能扫把吗? 直接骑不用扫把 直接骑不用扫把 你两件说的没有 直接骑你 可以骑但哪里骑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他们路上各里面那种车 随意改 你只要能把架子翻上去 只要它滑上路 到处可以骑到 这是TG 我们这一天 我们前一天先把IO的手续办了一下 这是办了IO的现场 这是IO的停车场 云很丁 很大的停车场 这是IO发的东西 我刚才看到新瑞包上还挂了这个东西 放着霜 放着霜 是美颜欧房 然后水杯T恤 这是谷歌 然后这是吃饭的餐盘 全部就是这种 结稿压制的 看着很环保 对 这是在GGG的峰会的时候 他们下雨都会收到现场的音响 ses 我这个屏比这个屏大 这个我这个屏比这个屏大 我一晚地关一下 我关一下 这个你关一下 这一次是GGG的峰会 它是一天使钱 上午是全球的组织者来进行一些分享 到下午还分了几个会场 然后是由各个地区的阶级选自己的话题 然后去讲你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你喜欢的话题去参加 我感觉上午对我影响了很大 因为我们也是在办阶级阶 然后他地区也在办阶级阶级 GDG很多的活动对我们很有参考性 这是专门为GDG做的一个管理的网站 这是专门做的是WTM的活动 这个女孩是什么地方来着?我不记得 你们记得吗? 对,就是讲的 当时在IO大会上也讲过 就是GDG的话 他们会对一些贫困地区的一些就业困难的人 进行一些资助和扶持 然后呢,这是给他通过交出他计算机知识 然后他自己能够通过软件 然后能够通过软件就业困难 还到了谷歌的大会现场去 IO大会上应该也上过 其他上去了 就是GDG的技术的一个输出吧 我在想我们这儿是可以办进行一些活动 对于其他人群的一些关环 内容很多 然后关于GDG这个东西的话呢 下来大家可以到我们GDG的官网上去看这些内容 这是现场我们在下面 现场做了一个AR的效果 这也投了一钢铁牙投到现场去了 这就是GDG下午的一个活动 里边各种各样的话题 其中我们国内的天津的小伙伴们分享的一个话题 感受比较大 名字叫做没有谷歌的国度 这个话题 然后当时现场有 我看一下那个 这也是一个GDG 他讲的是他怎么样从一个GDG成为一个GDG的 就是GDG官方的一个授权认证的一个讲师 教育专家 这是狗哥里边那个圣的马桶 我伴儿拍了一张 我应该没拍天津这个 这是谁讲的 修安吗 我天津的GDG组织上 天津的GDG组织上 天津乐道的 对是的 天津乐道 天津的 大家等我起的就听了一下 这张照片 这是第一次网出发 然后 这就 最后一张是晚宴 这就是GDG的一些事情 然后GDG的话 就是话题比较多 我希望大家能够多来参与GDG来看这些东西 那么 第二个是 在Io 对Io感兴趣的话 就是 大家可以去 你看 Io上面专门有个官网 就是 关于Io活动的所有内容 在这个官网上面都会有 对 你到Google搜 Google Io 2019 甚至包括前边的2018 2017的都能搜到 那么官网里边 会有他每一年 他的一个日程 还有他的CodeLab 远程都可以去做 那么CodeLab的话 在现场做CodeLab的话呢 你做队四个 能拿到 有机会 拿到下一届的Io的门票 所以有兴趣的话 可以填在上面练一练 你 对 做四个 你有机会去抽奖 但是中奖率还是比较高的 有一种很简单 就是按照教程一步步去走就完了 这是他的日程 这是他的日程 这是一个就是几天的一个安排 每天都会有CodeLab 还有沙盒 沙盒里边的话 你就会分享各种各样的机会 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比如说 你像刚才 欣语分享的那些小会章 就在沙盒里边去转这些东西 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 第一天 第一天逛王者 逛各种各样的会场了 然后第二天才知道有这些 然后休息之后的一些好东西都没了 但是还转了一些 拿了几十个吧 但是 回来之后的前面几次活动都已经被抢光了 所以我这天没有了 像CodeLab的话 比如说 他是有那个 你会下一个Google的助手 然后在助手呢 他会问 让你回答几个问题 回答好问题之后呢 就可以拿这个截图 然后去换 换Google的那个徽章 然后还有那个Cooking的徽章 是有一个罐子 你上面 你 说一个密码 然后他那个罐子就能打开 里边就可以抓 再还有就是讲他的一些技术 然后你去和他们的那些 去聊天 聊 他们就会给你 但你不知道谁会有 所以找人就聊 对 你包括我们作为GDG的组织的话 我们会关门 专门有一个场 有一个场地 那么像这么大的场地 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个GDG的手环 然后呢 所有的私家IWO的人 他们都用来问我们的问题 问我们的问题 就会问我们的贴纸 要是他们切的 把他们继续拾个贴纸 都能换东西 换一个小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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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个这样一个 这么大张的小贴纸 什么样的贴纸 什么样的贴纸 就是虚实 就是如果不住落标识 这种标识 但是如果你是那天 自己养的去拿 那我就换了 然后侯边就牵纸 就牵纸 就牵纸 然后就牵纸 对对对 看那个讲识 嗯 确实 其实我们贴质很多 但是有很多参与的话 因为太烂了 我才好意思过去跟人家聊 所以到了第二天我们才到那个区去的 然后到去 起步就是我们 叫我们 搭了香港和台湾的 还有中文的那一圈作品 然后要不再来一个 把我们全部编给贴一下 我就照顾了 然后在这个上面有那个 看 在这个日程里边有很多的话题 就是关于IO的话题 每一天的 他总共有八个会场 每一天八个会场同时开始 你前面可以去选 然后 在GoDevelopers的那种 有的账号上 他有每天有每天直播 就是如果 如果你们要先IO 但是你这个 才能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IO的网站上 看那一天的场馆 讲什么的 然后去GoDevelopers的版本 直播给你看 这个上面有这个链接 这应该就是从这个IO上面 可以直接看到这个 对 他已经坐上去了 但这次有很多 对 就是说你到现场的话 你可能是冲突的 所以你回来之后呢 大家现在有时间 可以把这些画重新再看一遍 我当时就是画得太冲突 而且赶的时间太紧 这个场子完之后 马上往下一个场子去赶 中午甚至吃饭的时间没有 都是把饭盒一领 然后直接拿到场里边去 一共参户有多少个 几万吗 我觉得一万 不止一万 我感觉光我们这地图 就有几千个 一千多 刚才那个只是东北亚的 只是东北亚的 还不是全球的 光是社区的 一千多万 是的 一百分之多 嗯 嗯 是 你看 这上面可以看到 应该是他 所有的这个会场的 朋友的视频 都已经做到上面去了 大家有兴趣 可以把这些 全部看一下 这些技术 对 你谷歌搜 Google IO 2019 就能搜得到 有他的日程 还有他的CodeLab 还有其他扩展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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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是第一天上午 这是全部的 209的照片 看我很幸运 所以出去的时候 还是要把自己动作 闲眼一点 哈哈哈 有没有在直播上去看了 看了看了 看了看了 有没有这次直播在被你觉得 呃 有我镜头 我注意了 呃 当时完之后 还有人问我用这个头戴 讲一下你的衣服 哈哈哈 嗯 这个头戴是这个东西 哈哈哈 真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折的吗 是抹的吗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蒙脸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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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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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传统都是来自中国的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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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头戴 所以给了我房间这头 哈哈 哈哈哈 啊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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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没有其实这个东西该传统都是来自中国的 嗯 至少很露脸了 所以下门给你订帽子 然后戴上 帽子 我帽子还是不太行 灯块 对 哈哈哈 看 看这还有张镜头 走晚 我下回座也走晚 不是 你要在好几万的 好几万人的会场上边能露两个镜头 哈哈哈 哈哈哈 吃饭 吃饭 他是在现场 有那种餐盒 露天的 然后你去领餐盒领餐 都是 都是 西餐人 我 我 我给你看他这图上有没有餐 没有餐的话 你可以一会儿看一下我拍的餐 美国的中餐不好吃吗 没有中餐 没有中餐 这就是那个拍照那个地方 我见C1 见这五个C1 我做第二拍 哈哈哈哈哈哈哈 星期的凉早 就是批拆 嗯 批拆 那一开始是要排队 然后 再微信去 然后微信直播 然后就 然后实体有残疾的 对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IO 进会场的时候 看我们这衣服 去砸场的衣服 这是门口的安检 这是我们的 各国家 所以我们整理了各国家的事 行为艺术 然后我们再考虑会不会直接被人家赶出来 没人管 有点相似的地方 还没女 这在现场 会场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坐的位置会比较靠前 我俩去的早 但是还要比我们去的更早 我俩去的时候已经开始排队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去了之后发现会场上坐了一个人 他是在安全 就是说工作人员没有去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 然后就被人家当作工作人员 一块赶进去了 赶进去了 赶进去了 是 不知道吗 这次 这天上飞机就拉了个热 不是不是 这是做广告的吗 这是做广告的吗 Google 然后我把这张给拍下来了 四周 对 四周 我 我把 这 不要关注福周了 不要关注福周 大型包 我们踩到了 所以我把这张给拍下来了 对啊 你看 这可以看到金属在五旁边呢 是福周 是福周 这次直播还是慢的 他直播直到开场了好几分钟才把直播上来 是 我本来特别期待会想不想会不会看到那个开场玩的 对 这些都是我像你拍的 所以拍的比较烂 但是看着比较近 这个是老鞋 嗯 这个是 这个 看 第三排 这是 那是 亚裔 那是 亚裔 关于 我今天穿那家外套 我这家外套的话 我在会场 跟我们深圳的一个集体机小伙伴撞山了 然后还跟一个老美也撞山了 在优衣库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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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些东西大家在视频上都能 就是在Google的那个 YouTube上都能找到这些东西 可以去看就行了 有一个会章就是这样的 这是他们的技术一些东西 这些刚才技术的 刚才前面都已经解释的很清楚 它再有兴趣 你可以到视频上再去看 然后有问题可以拿我们的群人们再来交流 对 今年没有发那个Google Pixel的优衣库吗 没 今年是第一届开始不发东西的 啥都没发 啥都没发 被我也赶上了 第一届啥都没发 我们大家一直到最后一天都不相信这个事实 竟然是第几届去的 第几届了 L 我咋还没算这个事 应该是12年第一次Bug有7an6人去 嗯 这是姐夫 嗯 杰弗丁 就是 据传那个 他写的代码没有Bug 是的 如果有Bug肯定是编研器的问题 是编研器的问题 是编研器的问题 编研器 哈哈哈哈 看 这就是 这就餐 啊 这是第一次我还不知道都是啥 反正就就抢了四盒 回来发现之后 人家上面都贴着呢 里边什么东西 松手 这就里边餐 都是一个饼子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水果 然后一包薯片 然后一盒 可乐 最佳水 还有可乐对 可乐随便拿 嗯 嗯 就是就是反正到处都有可乐 随便请拿 看这就是 这是沙拉 没去 这几届都是皮柴开厂 这是我们 这是金书给我 金书给我 给我专门介绍的越南粉 哈哈哈哈 很大分 应该放个例子 这是什么 越南粉 嗯 这是十 十二刀 牛肉特别大片 就七十 七八十 嗯 好 这是Io的东西 呃 这就是一些建文 然后大家关于Io的 细节的东西 你还是上这个官网 上这儿去看 有问题 大家可以关于Io节 去讨论 所以 安卓现在还是比达金 安卓 安卓Q的比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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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卓Q 安卓Q 还是一定要把你整的 是的 呃 我们是三月份订的 往返是三千五百多 人民币 你提前订 因为五月份本人那是淡季 这个厂 这个厂 组绘厂 这是在 山景城 山景城 他们专门就是这个地方 他们租的 每年都是租的 这个组绘厂 不是 公司里面 不是 公司旁边 公司旁边 他们专门租的 我们开车路过苹果园区 路过苹果园区 路过苹果园区 苹果园区 对 就那个大圆团 基本上都在一块 Facebook和苹果 都都在那一片 开了 那边租车还比较便宜 拿照 你提前可以在国内租好 然后我们租的是那个 丰田的RV4 一天是30刀 住的时间长了 两个礼拜 我们到处窜 在那住 在那住着 谷歌提供了 对 对 在那也住过 那晚住的最贵的 那晚住的最贵的 看 这就是到时候分享的那些会场 有大概八个这样的 八个这样的会场 每每一个小时 是每一个小时 你看一下那个日程 应该是每半小时 中间是转场 都是这么满满的 第三天 第三天 可能就是说 反正我是前面两天 我不知道外边还有那么好玩的 然后第一天主要是听这些会 然后第二天 前半天还在听 然后后边就开始去抢回章去了 第三天的话呢 就是因为外边还有很多的那个沙盒 去玩那些 还有CodeLab 还有就是在那发那个贴片 你看这个 这个 这就是抢那个Cookie那个会张的盒子 它是你是不是要说一句那个 对 然后你要说个U824的那个密码 那个密码是工作人员说的 然后咱是要说一句 说一句什么话 对 然后就是 包括打开这个图片 对对对 然后然后工作人员给个密码 然后你一说上get就开了 然后你就进去拿 你 这个 这个 就那个 你当时抓了几个 你抓了几个 你抓了几个 我当时一把进去 我一把抓了五个 然后没再好意再多抓 然后都被抢光了 这是你的厂 这是它的那个 就是你看它那个 这里的地图 它会有 它有一个图片 嗯 你们有寄明信片吗 没有 它今天是它每个门口都会摆一个那个 像你拿你的那个卡的一刷 然后它就会把 email直接就发给你 不是 你是这样 我去年几年了 七几年一月份 我不知道我把它收到了 哦 那我没搞那个 我们就是 就是你对哪个技术感兴趣 它门口都都会有 那么一个设备 你把你的那个卡 在那刷一下 上面有你的email 一刷它就把这个相关的技术 就发到你邮箱里边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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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不到那个map了 那个地图上有 就是 嗯 它是有八个会场 然后有 A到H吧 各种各样那种 A到H的沙盒 然后每个里边都是普通的技术分享 就是活动 去交互 它有没有展示的产品 嗯 比如说 谷歌那个智能家居 有 Chromebox 不是 不是 Chromebox 笔记本没展示 它智能家居 你看这 这就是 有这些 嗯 还有一些是视频 你像像这个 这是它的一个增加坚持的一个效果 就是咖啡机 你拿手机拍的话呢 它会把这个使用流程 动画形式全部显示出来了 嗯 那边 那边是 哪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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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是Google官网上拍的 这是Google官网上拍的 嗯 我拍的都在这儿 嗯 我拍的还有一些视频 但是视频比较乱 嗯 这是Io的东西 Io的东西 大家可以到Io官网去看 然后再下来就是makefail吧 这个好给大家看一下吧 反正最后一届了 哈哈哈哈 你是创客的人吗 是的 玩得比较好 你是技术还是 呃 创客 那边天气很少下雨 然后但是我们去那天下了 然后今天不相信会下雨 他来穿的短袖 你看还有穿羽绒服的 我专门给他拍了个羽绒服 冷吗 那天 而因为下雨的话呢 本身室外还有很多的展示 有那个喷火的那些龙 都都没有 效果都没有出来 就是各种手工爱好制作者等等这些创客集市 创客的集市 哦 集市啊 DMaker 是的 DMaker 这是全部用用激光切割机 切出来以后 嗯 然后一个个组装起来 包括手册怎么组装 写得很清楚 这是用金属加电焊 焊出来的艺术品 哇 就是在铁板上直接焊 就这个 颜色是焊出来的 这是那种机器人 这上面放了这么大一个蒸汽机 占了很大的票区 然后最终的结果就是 呃 驱动了这么一个古老的一个印刷设备 然后给你印了这些东西 哇 哦 一个火车头 在这 嗯 就印一个这个卡片 嗯 嗯 这是 它是你可以去通过你的按钮 然后控制 这个这个图对 他没显示完 嗯 通过这个控制 然后呢 它是一个控制方向 一个控制这个气流 然后呢 这个是棉花球 把这个核子都穿过 这是一个大白板 上面是磁铁系的这些东西 然后你可以摆设各种各样的造型 这是一个可以换笔 可以自己换笔的一个三迪达印金 就是模仿三迪达金的原理 然后这儿有很多的笔头 可以自己换笔 然后我给它随便换 做号 两个手 嗯 嗯 它有各种笔可以换 这是一把琴 就自己在那儿弹 一把琴 自己换笔 对 这是各种各样的车 你自己造的车 然后自己玩 这是一个木头造的 这是玩玻璃的 吹玻璃 各种各样的玻璃艺术家 这儿吹 没有吹唐儿的 嗯 没发现 哈哈哈哈 唐儿的艺术家 嗯 这是专门做手表 这是中国传统的记忆 这是不是中国的 很多中国的 有中国的 这是只做的 有中国的 这是只做的一个红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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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那个 嗯 这是那个 嗯 这是做各种各样的凳子 这是做各种各样的凳子 标志机器的 嗯 这是用管子做的枪 就里面塞那种 嗯 那个泡沫弹 然后去吹 可以发射 15美金一套 卖团伙 这是拆 就是拿各种各样的 呃 什么打印机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工具 放在那儿 你就拆吧 哦 拆 对就是拆 哦 这也是用激光切割机做的东西 木板 激光切割机切的 这是拿纸做的旗 嗯 这是个纸房子 嗯 嗯 这就是自己看的摩托 结果下雨呢 没开出去 我在那儿躲雨呢 我我见他 我问他为啥不开 然后 他在外边下雨 他这都没有折罩 那中间那一堆是 中间那一堆 就是 铝颜色的那些 什么 那些 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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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嗯 用比较差没有ED 我只是两道的啥都没开出去 嗯 像个 嗯 应该是个电子 这是用纸做的机器人 全部用纸做的 这个是拿纸做的一个风力机器人 后边是风扇一吹 他自己就可以往前走 所有的关系全部是纸做 风扇转轴 就是一个皮筋 包括轮轴 都是纸做的 这是当时是哪要扫的一个二维吗 完了吗 他老外有什么扫码 很少 他用Twitter好像是 这个要问星位 老外有什么扫码 这是一个特工的盒子 就是一个箱子 里面装了一把枪 自己造的 然后这是损保结构的房子 是韩国人在讲 在韩国区 然后韩国人给我介绍这叫他们的韩OK 韩屋 我上边这几个字是不是也是韩国字 然后就介绍这是他们韩屋 然后他们的结构 这是一些COSPY的东西 这是一个专门折纸飞机的 它的纸飞机就是可以回旋 可以飞回来 在Youtube上可以找到他的视频 这是那个鱼菜共生 下边养鱼上边种菜 咱国内当时很多人也做过这个 这是拿飞木头来养鱼肉 很好玩 然后这是我因为外边下雨呢 然后我当时为了等金书 然后我去躲鱼 然后里边就正在讲这个东西 然后随手拍了一张 然后回来就发现 这是谁认识 谁认识 我当时也没想起来 然后随手拍了一张 这是阿都运动创始人 笨词 阿都运动开源硬件 创始人笨词 当演讲的时候也是没办法带娃 跟我今天一样 然后中间摆个椅子 把他往往中间一放 然后他在旁边留下 他当时讲的是环境保护相关的话题 是意大利 这是就刚遮止飞机那个 专门跑回去买了他一本书 还是比较难 我回来想到暑假的时候 好像跟娃姨一块学一学 这我都出来之后 然后今天又给我说呢 说是让我进去一定要买 他说他去年的时候看到这本书 后悔了一年 然后他买了 这就是刚才的会场上 这是专门交现场交 对 现场交一件法 这是去的时候路上挺堵的 当时我们没有去一块 在那个山景城那边 他经常外区里边很少堵车 但那天特别堵 好 就循环了 停车费比较贵 停是35刀 不现实 这是make fair的一些东西 确实 因为我一直是做这些创客呀 做这些东西比较喜欢 所以我还特别敢去 参加了个车 然后再下来 在哪个地方 呃 就在山景城旁边不远 哦 我们开车过去当时 也就是40多分钟就过去了 最后一届了 嗯 据说是停了 但是经费问题停了 现在是创客的时机 嗯 然后这是自家路上的一些东西 出去玩 反正就就俩人也 就是到大峡谷 阿斯维加斯专业就再没什么了 这是在路上的一个 加油站 加油站里边专门有一个是 加油站里边专门是一个区域是卖的是 然后下来都是自己拍的一些不太好的风景 你这次烧火烧起来了吗 烧了 以及这个帐篷那有多吗 哈哈哈哈 呃 本来我们准备在大峡谷要待 待两晚的睡了一晚 第二天受不了就跑回来了 哈哈哈 你感觉如何 我那个帐篷比较 这是专门都是李达斯轻的锅 你これ裡擺到这里 miten的牛排 这是我们洛杨 这是当时拍的路 然后 再下来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间比较多 还有一些其他也没什么了 就这些东西 主要就是Makefeel和IO还有GTG 这几个东西的话在视频上都可以找到 支持微信扫法吗 不支持 很少 很少 然后他当时有很多 有很多华人的那种商店 超市里边是可以的 对 然后我这次去的话呢 可能我也是第一次去吧 然后我这次去的感觉就是 因为在国内我们做技术时间也比较长了 在国内总能感觉到因为经常会被人问到 就是你干技术你会不会干到什么 三十五四十六到天后要转航等这些东西对吧 我不知道大家都被问到这些问题没有 反正我这次出去之后特别参加了国歌IO之后 我发现了很多这种可以把技术一直 技术一直往下做 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统静 就是大家你把眼光往大放一些 除了我们国内 你国外还有很多的机器 把眼光往远放一些 我们技术的 其实很高的 可以做的东西很多 这就是最大的技术 然后回来之后又从头一开始重新再学 首先把英语学好 有机会又不过在这 前一年创业创了几年 现在感觉还是老老师做技术 这个比创业好玩 因为你创业你会说的东西很多 有一个东西可能你本身你并不专业 而且也不是你自己想做的东西 但是在技术这个领域的话 你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你去伸钻 然后其他很多东西 你本身是做程序的 你不喜欢东西 你可以通过软件通过程序 去把它优化去实现 这是最大的技术 好我的分享就到这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